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当中其中有两天刚好很可能就在美国的西安会跟金捕松来相遇 而金捕松则表示说这单纯只是巧合 而他也开玩笑的说也许到时候这个海外的这个桥宴也许会比较热闹 好的以上就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把时间还给棚内主播 其实就我所知道这个海外的侨胞们对于现在回台投票好像这个热度有点逐年在降低 我不知道这个施承兄或者各位你们是不是想看 我跟你讲这种就显示说这一次选情非常激烈 我刚刚跟东华是理想他说这样子能加多少票 我说新北市跟北市可能就差这些海外的票 可是说不定要最后就是几千票也很难讲 像高雄市也是差那一点点 高雄市几十万对几十万差那一点 我觉得是有差我觉得招商当然有必要 但是招商不只是设一个联合中心来办 后面我遇到像那个什么中科什么的突然又裁定 投资了白投资那怎么办 对台湾来说这个重伤害所以不只是表面上的问题 因为投资牵涉上很多东西 像所谓中国这种不民主的国家 你到我这边来投资没问题 旁边的民众我来瞧了后 台湾没那么好的事啊 对不对你怎么样让他有个很好的投资环境 然后投资下去以后我会像尤达一样 不能动了那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问题都需要解决 那刚刚各位谈到因为刚刚的话题过 但是我一定要讲 刚马总统大家谈说这怎么讲这民进党怎么样 我的解读是这样子的 国民党现在执政成绩好不好不好 大家对他印象好不好不好 对马总统的支持率好不好不好 我们都知道所以他30% 民进党呢 民进党败选之后 请问他做了什么改革 两个啦我心目中两个 一个就是请小英当党主席 一个是十一扣回来 包括我们的蔡其昌现在是党发言人 对不对 这个有改革 其他的 就因为这样 你知道他赢了几次选举 现在总共赢了四次了 我说赢N字怎么意思 后面可能继续在赢啊 那国民党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每天骂啊 因为会为骂都不想骂啦 我们知道啊 那民进党呢 没有改 我不用改啦 因为国民党啊我就不用改啦 我这样就政权就拿回来 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我觉得 所以两党都要一样的监视 就说 好比好 不是说因为国民党烂 所以民党不用改 我就政权拿回来 那台湾不是很糟糕吗 所以我觉得 讲也好啦 互相 互相讲一讲 让大家知道说 到底是谁比较 奥啊 那啦 所以说你自己去选 他真的选不下去 那所以就会有第三世纪出来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民党不要一直 搭国民党那种烂的便车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民主来说 是个伤害 这不是这样的好事 不过其实对于很多的选民 小老百姓 大家其实关注的 还是最切身的 这个民生经济的问题 对 就是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拼经济 拼出一点成绩 那你拿出一点成绩 那当然我们就会 把票投给你嘛 这是很自然而然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才刚挂牌 成立的这个所谓的 全球招商联合服务中心 这个经济部长实验厂 都已经特别在指指示 这个执行长 就是这个服务中心执行长 杨崇光先生 你就执行长 就要听这个 这个部长的话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啊 希望你要好好的努力 甚至你要一直 24小时开机 甚至你假日 都要去上班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定要 拼出一点成绩来 这个招商 是不是真的能够招到 大的这个外商 那大家当然也许期待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怎么讲 那至少应该可以增加一些 工作机会 失业率再降低 而且求起这个 台湾非常欠缺的 就是外人投资 那现在你说 这个五个生技业说 兴趣很浓厚 其中包括辉瑞大药厂 那之前不是还有说 这个大的车厂 可能也要来台设厂吗 只是会不会 这个话都讲得太快了 因为我看好像吴奎 每次讲到这个 就非常的兴奋 那但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会很担心说 你这个饼不要画得太大 也画得不要讲太早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会让大家 期待之后 反而更加的失望 会不会这样子 所以政治人物对于所谓 愿景的论述 也要据实论述 不能太跳跃 太抽象 或根本就是一个空洞的 一个描述而已 那这个都要接受检验 那我个人所理解 我们之前谈说 台湾跟新加坡签那个 FTA 那其实我们跟新加坡的关系 是既合作又竞争 我个人所了解 这几个跨国的生技厂商 他们的评估 就是在台湾跟新加坡 要做最后的选择 那我的有限的情报显示 是确定会来我们台湾 那他们最后的评估 也包括地理位置 租税环境 政治稳定 很多很多东西 那我想这个 是一个整体胜出的结果 我们的条件 现在比新加坡好了吗 某些地方来看 不敢说全面性 那这些厂商 对 他有一些他的评估 跟中国来说 那最主要还有像 EPFA这个东西 对 那个是关键 他们来这边投资之后 那进去中国的大市场 是有一些帮助 那我认为 我们乐观的期待他 美梦成真 让大家可以享受这个果实 不过我对于这个招商计划 我强调不要从金额的角度去思考 不要比说几千亿几千亿 应该要从台湾整个产业的供应链 有哪些缺失 价值链有哪些带补强的角度 去慎选 在这样供应链跟价值链里面 可以让我们这个美丽的珍珠 不串的更漂亮的关键性 或互补性产业进来台湾 不要再走 过去每年都在吹牛 或我们几兆几兆几兆 什么几千亿 没有用 我真的没有用 好 东华兄你要不要补充一些意见 我看你怎么在点头 因为这个我们要台湾要发展生计 可是地点在哪里 像以前我们在处理一些新闻的时候 比如像说光是生意园区这些事情 这个国务院跟这个行政院 那个卫生署之间 大概都各有各的园区 那有些有动有些没动 比如说你整体台湾在有限的资源上 你要怎么去做规划 你这些国际大厂来的时候才设在哪里 否则的话到底这个 你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优惠 或者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还有最实质的 对于台湾来讲 我能创造多少机会 对 不管是经济数字上的机会 跟就业上的机会 那整个来看的时候 我们必须去思考 我们自己本身要付出什么成本 过去台湾 比如像主任你也是跑成产业的 我们知道我们对低润 对一些产业成员 花下大笔的金钱 可是今天那个东西 对我们的产业发展上 到底是负担 还是一个有价值的投资 会引起很多正反不同的意见 所以政府部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反对太急于公布 而是你要有 真的把基础功课都做好了以后 等到都水到渠成的时候 你再去发布 才不会觉得说 选举到了 又要发布美丽的数字 到时候这些美丽数字 选举完了以后就跳票了 大家就忘了 对 那就很糟糕 是好 其实现在很多事情 大家都在等着看证据嘛 那我突然要跳动一下 我突然想到这个陈志忠 陈志忠他去这个拜票 他最近也非常的这个勤奋 一直努力的在跑托 可是呢突然看到他做了一个动作 他就是卷袖子来捐血 捐血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只听到这个一旁的这个活动主持人 当时就讲说 陈志忠如果招聚怎么可以 招记怎么可以捐血呢 但是我们就看到陈志忠他就是捐起袖子来 他就是捐血啦 所以是不是就证明说他没招记呢 那我们不禁想到说 捐血可以证明没有招记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来看一下 捐血要有条件的 年满17岁以上65岁以下的 男性体重50公斤 女性45公斤以上的 身体比较健康的人都可以捐血 但是呢一年内从事危险性行为 或曾经罹患性病者 差不可捐血 好 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我们当然还要先看一下 就是陈志忠他这个动作 是不是真的很刻意 他是不是想证明一些什么 谢文雄是可不可以谈一下 你捐血以后即便你没有告知这些讯息 捐血中心也还是用各种的检验的器材 检出你有没有HIV啊 你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台湾的捐血检验是非常严格的 不过好像那个检验出来的结果 是只会告诉陈志忠 不会告诉别人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不会知道 至于他的血后来有没有备用 我们也不知道 只有陈志忠知道 那刚刚招商这个议题 我讲一下 其实还是要估量到台湾 在未来引进那么多外国厂商 我们在环保 也就是环境含容量上面到底还有多少 对 还有节能减碳这些问题 不要像过去这一阵子 说不要邀人家来 然后环品也不会过 这也不会过 对 那就糗大了 丢脸丢到国外了 丢脸丢 这个其实是才 这就是政府在大战略方针上面 那你还不如不要招商呢 对 不要招那一种 不要招那一种 就是本身就是节能减碳 本来在环境上面就是没有压力的 是 这一种企业 是是好 等一下回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继续探讨今天的话题